我也不是楚霸王 魏延 弃箭 荆州来的将领 如有不弃箭者 立斩 张日 把箭放下 张将军留步 将军 各位将军 我以姬玉兄乃同宗骨血 荣辱同舟 各位 勿要再生疑虑了 近日 我刘备当着众人的面丽事 人不负我 我不负人 如果日后我对你家主公 做出什么不义之事 你们谁都可以杀我 玄德 主公 今日席上光景 暗藏杀鸡啊 不 我确信 刘备是仁义之君 即使刘备仁义 可他手下朱将 却不善 哎呀 天下诸侯中 流行者 只剩我和玄德二人了 我连他都不能信任 那就是天王刘氏啊 杀 与主公 张武带领两万兵们 昨日犯禁 今日已解答加盟关 可恨 又来了 主公 刘备不是愿意做先锋吗 既然这张鲁范君又来了 请主公派人传命 令刘玄德率荆州军营敌 人家千里迢迢刚到 连气都没喘 就催他出兵 这太实礼了 我看哪 还是先让杨怀高配他们 抵挡一阵 主公 越是此时 越能辩出刘备真伪 看看他们此次入川 到底是来打张鲁的 还是来夺西川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望相猜 以杞人犹天 好了 我有刘备相助 何吕他张卢马超等呗 把我这件锦袍 送到家蒙关 赐予刘备告诉他 此袍乃先帝所增 助贤弟穿上此袍后 痛击张禄 大获全胜 末将遵命 主公 刘备已率军入川 荆州空虚 此奈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应该趁虚夺取荆州 你们也都是这种想法吗 承承各谋所言是些 刘备虽然前往西川 但却留下诸葛亮与观章二人 驻守荆州 他们必然严加防备 虽有防备 但军力不如先前 卢留卫既占据荆州 又取得了益州 不但实力大增 江东之西右天威胁 我军力两面受敌 大势不力 邓某 我们攻荆州 若曹操趁机南下攻我 如何是好 再者刘备借据在此 约定一旦有七夕之地 便将荆州归还用 他如果得了益州 我们便可取回荆州之地 不非一兵一卒 岂不更好 主公 借据不过是一支空文罢了 即使刘备取得了益州 诸葛亮也不会攻守 把京香还于我们 如今刘备远在西川 曹操大战马超 修兵养军 暂无南下之意 这样的机会 以后不会再有了 子明 你为何不说话 太夫人 不会允许主公出兵荆州的 为何 夺取荆州 事关江东的荣衰 主公难道不能决断 主公之妹是刘备夫人 太夫人势如心肝 小姐现在就在荆州 若我军出兵 诸葛亮将小姐作为人质 我们又该如何 小姐若有不测 主公如何向太夫人交代 刘备虽然远行西川 我料他两年之内不会回来 更何况刘备刚走 荆州一定严加防范 只有日后时间久了 才可稍有松懈 列位 此事日后再议吧 子敬啊 今后几年 曹操意在养精蓄锐 对我们来说 虽无尽忧 但以后的威胁却更大 刘备徽军入川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料 义州必为他所得 而后实力俱增 十分可虑啊 可我东吴郡州 仍是老将单纲 虽然中勇 但空经历有所不济 所以我想提拔吕盟 任命他为副都督 你看如何 怎么 你不同意 不 我极为赞同 冤王是军中的豪杰 将中的翘楚 又受攻警提拔这么多年 此人在我之后 必能担当重任 子晴 你说在你之后 这话是何意 毒公 我的策略 远不如攻警 你 身体 也远不如从前了 我怕是 挣不了多久了 子晴啊 你怎么又说这话呀 江东离不开你 故更离不开你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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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请赐我一句实话 你提升吕盟为副都督 是要让他夺回荆州吧 正是 正是 荆州必去 孙刘之剑 早晚会有一场大仗 好 我一定祝主公完成此心愿 如果我力不能及 请主公放心 绿蒙他一定能够做到 好 子晴吧 静养勿躁 凡是动物大事 我都会派人送至军前 让全 替我一句 主公 只要露宿一夕杀错 必当鞠躬尽罪 以报主公 自定啊 来 拜见大武 请张子部大人宣誓主公御令 吴侯君旨 指 吕蒙吕剑功勋 忠勇至身 堪当大任 着急受吕蒙副都督职 职掌江东水师 吕蒙接令 着急不邝 这样当战乌 Harry 收拐的 受苦疲惹 callangou 末将宁溺 非见宓人 吕蒙 各位将军 曹操自赤壁百贵之后 立兵莫马 私谋难下 刘备举兵入传 名为驻刘彰御敌 是为图取我义州 仁义其表 争容其心 诸公卓把吕蒙为夫都督 已在整军备战 时刻准备出击 遵命 遵命 周膳拜见夫人 起来说话 谢夫人 夫人 这是太夫人给你的信 既然是太夫人的信 你只管正大光明地拿来就是了 干吗要偷偷摸摸 避开荆州守卫呢 夫人有所不知 太夫人连着差人 送了三封信过将来 可小姐的一封回信都没有 太夫人何等睿智 她猜想 八成是小姐 没有看到这些信 什么 母亲连着送了三封信来 正是 出了什么事了 太夫人病重 太夫说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是过不了这个秋天了 太夫人 只盼着能够再见你一面 八心给我看 我先病得这么严重 这里的人竟然敢瞒着我 我立刻去回江东去 来人 在 去换周德亮来 是 慢着 夫人 忘了